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很多韩国网友们关注的一个YouTube影片内容 最近没有著名男团的理由 根据影片内容表示 2022年从Aegu Lissetuping到Nuji's 出现了很多路人们也熟悉的人气女团 但是大家却都不太知道有哪些男团发表了哪些歌曲 之前的话 有很多广快收到欢迎的男团 就算不是粉丝也会知道他们发表了什么歌曲 甚至还能跟着唱几句 但是最近除了极少数的男团之外 很难找到连路人们都熟悉的男团 那这是因为现在活动的男团没有实力或者是颜值不行吗 当然不是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自古以来Kpop有一个现象就是 女团一般都是以大中性路人粉丝来维持人气 而男团却是以坚固的粉丝团来维持人气 男团的女性粉丝们会在喜欢的男团身上 花非常多的钱买专辑买周边商品 所以实际上也会有很多不是那么有人气的男团 却赚得比人气女团还要多的情况 因此近几年就有很多公司会强调世界观成员们的关心性等 来聚集提高粉丝们的忠诚度 尽全力的销售专辑周边商品 举行演唱会粉丝见面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而这样聚集在一起的粉丝团 就会努力刷音源买专辑 形成了一个与大中性隔绝的他们自己的一个世界 更何况有很多公司 在韩国国内还没有打好知名度之前 就先到海外发展海外粉丝们 所以很多男团在海外很有人气 但是在韩国国内的知名度却不是很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就算以大中性为主要方向的女团 同时也会产生非常多的女性粉丝们 但是低位非常明显的男团 除了少数手术之外 很难会有忠诚度很高的男性粉丝们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著名男团狠手的理由 大家同意吗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最近男团都是很猛很帅 要有激烈舞蹈的歌曲 所以不会吸引人 每个组合都感觉没有特色都一样的感觉 我跟朋友们常常会说 女团大中性大于粉丝团 男团大中性小于粉丝团 让对爱狗没有关系的人 说几个女团名字的话 他们至少也能说出七个 但是男团的话一般都是旁探 然后再知道一点就是Seventeen Exo 男团想要做有大中性的歌曲的话 还是能做的 但是就跟今天的内容一样 男团没有大中性 也会比我们知道的女团门赚的多 除了几个世界级女团 所以所属公司也会放弃大中性 集中在粉丝们身上的 跟时代变了也有关系 之前不是YouTube 大家都是在看电视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 都会一直看到他们 久而久之就感觉很熟悉了 但是最近都不看电视 而是在YouTube找你想看的而已 只要歌曲好的话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都会找着听的 看Big Bang不就知道了吗 那么长时间都是男团称霸 现在女团多一点也没关系吧 对于最近没有著名男团的理由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就是男团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